在缺粮极端气候战争的压力下 另外一个就是通膨压力 渗入了全球各个角落 连爆炸性成长的全球电玩产业 已经出现7年来首度缩水 美国预计下一个大缺货的货品 就是坚果杏仁 受航运的影响 有10亿磅的杏仁 已经卡在加州无法出口 各国都在想办法抗通膨 报道一开始 法国的通膨飙上了6.5% 因此周四祭出了200亿欧元的纾困计划 现在执政党不占有国会优势 所以法案能不能通过 还是未知数 法国少数党政府 在周四祭出一份200亿欧元的通膨纾困方案 内容包含燃油折扣 租金减免 并调升公务员的薪资与退休福利金 但由于这是法国总统马克宏阵营 在6月丧失国会多数席次后 第一个送进国会的主要法案 因此还需要争取一些反对派的支持 同样为通膨所苦的还有希腊 所信他们高度仰赖的观光业 已经见到大批外国游客回流 当局预计 今年的旅游总收入 渴望达到疫情水准的八成 美国则有一份最新报告指出 在被通膨影响的美国人当中 又以非裔和西班牙裔受到的冲击最大 除了开销高于平均通膨率之外 失业的人数也是疫情期间最多 但在困难的时节 还是有人愿意送暖申源 这个由加州麦当劳经营者 成立的慈善基金会 今年将颁发奖学金 给21名自驾的工读生 或者员工的小孩读大学 每个人可以拿到 1500到5000美元不等 当中就以西裔和拉第裔占多数 又或者家族当中 第一个上大学的世代 这个基金会自2017年以来 已经帮助120名员工升学 累积送出超过34万美元的奖学金 主人不遗余力 因为当民众连自己的生活也负担不起 身边的宠物跟着遭殃 洛杉矶这间由教会经营的动物收容所 去年收到9500件退养已经很多 而今年才刚过一半 已经达到1万亿千件 送进来的大鱼送出 结果就是空间不够用 几乎已经把所有走道给占满 生育所成本飙涨 也让这间专门供给饲料的动物救援协会 就快被四面八方的申请淹没 除了动物饲料之外 外界担心下一个大缺货的品项是它 目前仍有高达10亿磅的坚果杏仁 因为运输问题被卡在加州 迟了今年以来出口量已经大减13% 当地更担心会因为干旱影响收成 亚洲的日本则因为通膨才终于知道 原来企鹅也很挑食 距离东京一小时撤城的香根源水族馆 为了控制成本 该用较便宜的轻鱼取代主甲鱼来喂食 却被企鹅们嫌弃 过去几年特别是在疫情宅经济的助攻下 爆炸性成长的电动游戏产 今年也不敌通膨威力将出现2015年来的首度下滑 预计会缩水1.2%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